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嘉扎岩 教老母卖平原品 第二十二 一时 尊者大家扎岩在阿盘提国 当时国中有一位长者拥有很多财宝 但为人却很牵令贪婪 而且很暴力 没有半点慈悲心 她有一个婢女 不分早晚的被指使着干活 几乎得不到休息 稍微有一点点过失就会受到鞭打 这个婢女衣不避体 食不果腹 年老憔悴 痛苦不堪 想早点死去 又死不了 有一次 婢女拿着瓶子到河边取水 想到这些痛苦 不由得放声大哭 这时 嘉扎岩尊者来到她面前问道 老人家 你为什么如此的悲怯懊恼啊 老妇人说 尊者呀 我已经年老体弱了 一直做着沉重的苦活 再加上贫穷 食不饱 穿不暖 想死也死不了 所以才痛哭不已呀 嘉扎岩尊者 嘉扎岩尊说 你这么贫穷 为什么不把贫穷卖出去呢 老妇人说 贫穷 哪里可以卖得掉啊 又有谁愿意买贫穷呢 嘉扎岩说 贫穷确实可以卖的 就这样讲了三遍 老妇人自言自语的说 假如贫穷真可以卖的话 我应该询问一下方法呀 于是就问道 大哥 请问贫穷怎么才能卖掉呢 嘉扎岩说 你如果真想卖的话 就完全照着我的话去做 老妇人答应了 嘉扎岩告诉她 你先去洗浴吧 老妇人洗好后 尊者又告诉她说 你应当做布施啊 老妇人说 尊者呀 我穷极了 如今我身上连巴掌大的一块好布都没有啊 虽然有个水瓶 却是主人家的东西 我该用什么东西来做布施呢 嘉扎岩就把自己的波递给老妇人说 你拿这个波去取少量净水来 老妇人按照吩咐取来干净的水送给嘉扎岩 嘉扎岩接受后 就为老妇人念经其愿 接着教她树池斋戒 最后教她意念佛的种种功德 又问她说 你有休息的住所吗 老妇人回答说 没有啊 如果我磨东西就在磨房里休息 如果安排我冲米或做饭 就睡在那里 有时没什么做的 我就住在粪堆里 嘉扎岩说 你要好好地护持自己的心念 恭敬而殷勤地为主人做事 不要生贤气和怨恨心 服侍主人睡着后 你再悄悄地打开门 在屋子的角落 铺上干净的草座下 思维观想佛佛 不要生恶灭 老妇人接受教诲回去之后 照经者所说的去做了 结果她在后半夜就去世了 并投身到了刀立天 主人早晨起来 看见老婢女死了 恨恨地说道 这个奴婢 平时没允许她住在屋子里的 为什么今晚却死在这里 于是派人用草绳 系住老妇人的脚 把她拖到石坨林中 当时刀立天中有一位天子 有五百人做她的眷属 住在华丽的宫殿中 这位天子因福报享尽而死去了 老妇人就取代她成为了天子 升天的原因 立根器的人自己能知道 而顿根器转生的却只知道享乐 这个老妇人投生到刀立天后 就和五百位眷属一起娱乐享受 却不知道自己升天的姻缘 这时舍利福在刀立天中 知道了这位天子升天的姻缘 就问她说 天子啊 你因为什么福德而生在刀立天呢 天子回答说 我不知道啊 于是舍利福就借给她倒眼 让她看到自己升天 是由于家章言尊者的教化 于是 这位天人就领着五百眷属 来到石坨林 散花烧香 供养自己前世的尸身 诸位天人发出的光明 照亮了整个村庄和树林 老婢女的主人看到这种变化 十分奇怪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让附近的人们到石坨林去看看 村民们看到众位天人 在供养老婢女的尸体 就问天子说 这个老婢又丑又脏 他活着的时候 人们都讨厌见到他 何况现在已经死了 为什么你们众位天子 还要这般的供养他呢 于是天子就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升天的姻缘 随后他们就到家瞻炎那里去拜访 家瞻炎便给诸位天人讲说各种妙法 譬如布施 诗戒 如何升天 欲为不尽法 出离为乐等等 当时这位天子就五百天人都远离成功 得到了法眼镜 当即飞环天宫了 这时看家法会的大众听闻了这些法药之后 各自证得了出国 乃至有的证得了四国 大众都非常欢喜 恭敬的奉行 礼敬而去 这是咸鱼姻缘经第二十二品 那么这一品 我们看到一位智者 非常方便巧妙的呀 用佛法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由此呀 我们就看到了佛法呀 真是广大无边 非常灵活的 非常自如的呀 可以随缘渡生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场地 给任何人 都能带来好处 直至解脱 你看 家战严 遇到了什么情况呢 遇到了一位平群的比女 什么财产都没有 连衣服呀 只能 勉强 避体 吃不好 什么都没有 而且呢 每天 干 苦力 还被主人鞭打 痛苦极了 像这样的人 像这样的人 我想 他们都盼望着呀 能够得到好处 能够 升到天堂 有衣 有衣 有识 过好日子 但是 看不到 出苦的日子呀 但是 在 佛法的眼睛里边 就知道 这种现象 是有其 缘由的 平权也罢 富贵也罢 都是人 自己 自作的 一旦 明白了道理 可以很容易的转化 如果不明白道理 即使很富贵 也会 有一天 走向 贫穷 走向 没落 你看看我们 历史上 曾经有 无数 辉煌的 王朝 鼎盛的 军力 繁华的 社会 几十年 过去了 几百年 过去了 这些 繁华 消退 慢慢的 衰落 接体了 流逝在 历史的 长河里边 去了 成为人们呢 啊 谈话的 话题了 所以啊 能够站在 历史的 长河边 从过去 看到 现在 再看到 将来 一目了然的 找到呀 啊 这些规律 这就是佛法 带给我们的 作用 那么 家战 眼 见到这位 婢女 啊 就告诉她 你既然这么 平穷 为什么不把 平穷 卖出去呢 啊 这个呀 这个呀 就是用老妇人 自己可理解的 语言 去 说佛法 这么一说 老妇人呀 她的兴趣 就雕动起来了 啊 你想 如果 家战 眼说 啊 你跟我来 学佛吧 很可能 这位老妇人呢 啊 不能接受 还得回去 啊 那么 佛法的特点 就是 针对 众生的 问题 根据 众生呀 可理解的话语 说这件事 啊 一句话 就说到了 大家的心里边去了 啊 我们 现在呢 啊 很多同修 也准备啊 行善实践 啊 要背欺 啊 要做主持呀 给大家来 打气 那么 最 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 学习 加战 言 尊者的智慧 啊 要根据啊 我们的受众 一句话 就说到 他的心里边去 如果第一句话 没有说到人家心里边去 第二句话就完了 很可能人家就走了 不听你的了 啊 这个呀 我们大家要学习 啊 无必要学习 佛法 佛法是扎根于 大众的 我们不面对大众 不了解大众 不说到大众的心坎上 实实在在的解决 大众呀 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们佛法呀 就不能和大众结合 佛法 依然是理论 依然呀 漂浮在天空 不能落地 不能由云 转变为云 滋润大众 这个大家务必啊 要学习 你看 家瞻言尊者 并没有说佛法呀 没有把佛的名词 搬出来 一套一套的 没有 他做什么呢 他做开买卖了 只不过 语言极特 告诉大家 我们卖的是贫穷 你看 他食指上 把佛法呀 说出来了 只不过呢 语言是生活化的 是这位比女能够听懂 理解 而且收到她心坎上 她特别 愿意做到的 你看看 一下子呀 就把这个老妇人 紧紧地抓住了 从此以后 这位老妇人 她不想学佛 都不可能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好处来了 那么他被 家瞻言尊者这句话 吸引住 心里边就说了 我应该问一问 我应该问一问具体的方法 而且呢 如果真的能卖掉贫穷 我一定照着做 这是他的心里话 我们呀 在度众生的时候 和人家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就要想到 人家的心里反应 让人家知道 这个方法的好处 人家心里边就嘀咕了 我试试 如果生活好 我们就照着做 后边我们就好办了 那么家瞻言 告诉这位婢女说 你先去洗浴吧 这个样子能做到的 你看家瞻言 并没有要求这位婢女 赶快弄个佛像供起来 布这个佛堂 穿上居士服 赶快烧香吧 赶快供花吧 赶快供饭吧 没有 通通没有 只是告诉他 你去洗浴 这个可以 因为呢 旁边有河水 很容易洗干净 这个可以做到 这个是老妇人自己 力所能及的 这是第一条啊 那么为什么要洗浴呢 恢复啊 自己的尊严 我们做婢女 被人打习惯了 心理上呢 不能接受 我们也能够啊 成为一个妇人 成为一个天人 不敢想象的 我们在世间 我们不敢想象 西方还有极乐世界 我们还能到 西方极乐世界啊 去享受极乐 我们还不敢想象 那么不要紧 先从现在开始 让我们身心呀 从比原来快乐一点 光明一点 好一点 慢慢建立我们的尊严 慢慢知道呢 我们本性具足 圆满的佛像 圆满的佛性 我们也能学佛 我们也能成佛 首先呀 要做这个事 所以呢 贾战言 告诉他 你先去洗浴吧 洗干净了 身体容易洗干净 接着呢 就开始告诉他 如何呀 使自己的心灵干净 那么 接着就告诉他 你来布施吧 老夫人说 我啥也没有 布施不了 我身上连巴掌 大的一块 好布都没有 啥也没有 加战言 告诉他 没关系 你拿我的钵 到河里边 去点净水来 布施给我 这个容易 这个同样也是 老夫人能够做到的 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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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